好 現在入境日本必須要打三劑 國際認證的疫苗 但是在日本的認可名單當中 是沒有出現國產高端的 所以如果你是打高端的民眾 要到日本去的話 除非你現在重新補打 不然就是要多花三千五百元 花錢做PCR 不過就有人在討論說 這一筆PCR的費用 是不是該由高端來負責呢 指揮中心也回應了 先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是 現在在往這個方向 在研議 在討論 那當然有公司的相關規則 他們會去做處理 我們去跟他們瞭解 得到的訊息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規劃是像日本的部分 因為昨天所提到的這些國家 他有 美國這邊是沒有提供 其他的這個措施 那另外其他三個國家 他都是可以用這個快篩來取代 所以只有規劃到日本這個部分 好 可以聽到王必勝證實說 現在確實有朝這個方向在研你討論 不過如果真的要負擔PCR的費用 也只會針對要去日本的民眾 因為其他國家是沒有特別做限制的 那其實以高端的立場來看 除了他們現在赴日卡關之外 還有另一個難題 就是他們必須要在十月底之前 趕快補交相關的保護效益報告 包括像是重症率跟死亡率等等 那如果說來不及在十月底前補件的話 就有可能直接被廢除終止EUA